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现代人很重视所谓的室内空间设计 那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在居住的环境当中 美观 舒服 最重要的还要动线流畅 那各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当中 厨房也很重要 你知道厨房要摆的东西超多的 动线不加的话 可能还会引起婆媳不合 等等的一个家世 变成一个战场 那如果你对于厨房空间 厨具设计很有兴趣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单元内容 首先我要来邀约我们的专业达人 新永安系统厨艺特助 人们来到现场 哈喽 人们 哈喽 夏威妮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次有稍微的聊到 就是现代人对于厨具 厨房空间的一个规划 对不对 是 没错 那经过几年的一些经营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印象 客户当中给你一些服务回馈 其实在这三四年的一个时间下来 其实客户的回馈都还算蛮好的 那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然后逐渐跟客人当朋友一个状况 对那借由这样去拉近跟客人的一个距离 然后让从这个地方去取得客人的信任 那有一个客人让我蛮印象深刻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帮他们家做厨房 他是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个妈妈 然后他们家里是先生是医生 就是中医的医生 然后后来他们的儿女 然后嫁娶 然后就有另外的新房子 陆陆续续都是找我们帮他们做服务 所以就是有意 可是年轻人跟爸妈 他们之间的观念观感 会有很大的落差吗 会爸妈主导吗 其实不太会 但是当然可能在金钱上是爸妈资助 但是 对 没错 那在选东西的方面的话 爸妈不会给太多意见 都还是给年轻人他们去选择 自己所想要的材质 功能等等的这些 那在互动当中 你觉得年轻人现在 比较要的诉求感觉是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会 主要是诉求一个方便 然后明亮 然后现在呈现出来的感觉 是蛮现代化的 对 那长辈他们所挑选的东西 就会比较偏功能性为主 真的 对 另外像我朋友周遭的讨论 也有说很向往的一种 欧美是属于开放式的 但以前我们比较传统的观念 都希望它是可能 也许是密闭式 因为有时候一看厨房 毕竟有油烟 或者是比较昏暗 就会给人家觉得 在居家风水上来讲 会有一些些机会 就特别要把它给隔开 对 那针对像这样子 现代人的感觉 会不会都是比较 希望是那种开放式的 或者是空间宽敞的 现代人的一个想法 的确他们越来越想要 就是开放式的感觉 连接客厅 对 然后做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 比较宽敞 不会有那种局限 太多那种隔间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也有关系到说 现代人他们主要的饮食习惯 也慢慢地变得比较侵蚀 油烟来讲的料理方式 多油烟的料理方式 已经慢慢地减少了 其实不仅仅 对于厨房或厨具的一个 规划设计 有很大的一个观念突破 就像你们的服务 也会有不一样的 跨领域的一个整理 对不对 除了有厨艺的一个部分 甚至好像连这个系统家具 好像也变成你们家的 一个服务范围了 对 没错 我们从系统厨具开始做起 因为慢慢接触到 越来越多客人 然后他们就说 既然厨房空间都可以做规划 那其他像客厅 卧室等等这些空间 是不是也能够用系统的方式 一并去做规划 一并去做一个设计 对 因为现在以前的一个做法 可能这些空间 大部分会交给木座 装潢 去做一些家具的一个部分 所谓分工 对 分工 那现在的其实系统的方式 不管在厨房空间 还是说室内的其他空间 都可以做设计规划 所以你们几乎也已经迈向 一条龙 尽量是一条龙的 包含厨具的部分 还有连那个浸水 进水设备 再加上可能有跨到 其他空间的系统家具 比如说什么卧室 起居室 或者是书房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希望带给大家的规划 是比较属于一致性吗 对 除了一致性之外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客人 他来我们新永安 就可以把家里面 所有的大大小小 所有每一个空间的 一个设计规划 都把它完成 那会不会负责的越多 就是享受的优惠 会越大 当然没错 当然没错 一来可以帮客人 省掉很多时间 去外面找其他的一些 服务项目 对 那再来的话 就是在我们同一个点的话 做越多东西 我们可以给的折扣空间 就会越来越多 详细的资讯 你们会常常po在你们哪里呢 我们的详细资讯 都会在我们的脸书官网 然后我们也有 LINE的一个联系方式 是 对 那在脸书 只要搜寻 欣永安Boltes 系统处理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对 好 那么再次谢谢我们的Raman 来跟大家提升一下 聊聊现代人 不管是厨具设计 空间 规划等等 一条龙的服务 都可以来找 欣永安 Raman来帮忙 是 谢谢你 谢谢 谢谢